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快筛和PCR结果都是阳性 发言人声明指出贺锦丽新冠肺炎确诊没有病征 即日起在副总统官邸隔离 而在和医生讨论后 贺锦丽也开始服用 疗程为期五天的辉瑞口服药 帕克斯·洛维德 18号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 贺锦丽和拜登同台之后就前往加州 一直到25号才返回华府 行程和拜登都错开 没有近距离接触 拜登在25号的例行裁剪结果阴性 拼其中选举 拜登近期频频到外周 台湾时间晚上11点 还将参加有1400人出席的前国务卿 欧布莱特追思会 前总统欧巴马 克林顿 前国务卿希拉蕊 众院议长裴洛西 及参院少数党领袖 麦康诺都将出席 有记者担心这个问题 美国机管局分析血液样本显示 50岁以下的成年人64%曾经染疫 在阿玛桓流行前还只有37% 而阿玛桓对孩童的影响更明显 75%得过新冠肺炎 为了降低重症住院或死亡风险 拜登政府采购2000万份辉瑞口服药 帕克斯洛维德 免费发送地点也从目前的2万处增加到4万处 让12岁以上高风险族群有更多管道免费取得 TVB新闻黄松普妮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